号称什么这些台大清大的这些学生 然后在这个立法院发起这个记者会 说什么校园拒绝统战 交流应该对等 青鸟是找不到正在就读中山女高的吗 然后你找一个中山女高的校友来代表中山女高吗 我爸念师大附中 我可以找他来代表师大附中的高中生吗 我们台湾专制不民主不自由 不就是这样吗 这些学生你们回答我 我的逻辑是对的 你如果是台大的 请回答我 你觉得我们还是你口中的民主自由吗 你羞不羞耻 我是台湾学生我都觉得 天哪我们的素质也太差了吧 台大学生素质哪有那么差的 台大学生应该比这个好的多的多 拜托我们也精心挑选一下好不好 他竟然露脸 他就可受公平嘛 我们台湾 尤其台大很多学生真的素质是不错的 只是不小心他出来而已 我非常汗言 马英九基金会在行前就有书面声明内容 没有按照书面内容来遵守 那陆委会可能要做行政处罚 那肖旭成今天有讲 他愿意跟这个陆委会直接去出席 你要做行政处罚你要让我答辩 肖旭成他说我到底哪一点没有符合这个书面内容 你要讲清楚啊 都符合啊 你要处罚我你要讲清楚啊 所以肖旭成是愿意直接来直求对决 你讲清楚吗 你到底要什么来罚我 好那针对这个陆委会要 可能要处分这个马英九的这个陆生团 王世坚啊 民进党这个委员王世坚他讲 要要就别过过了就别叽叽喳喳 也就是说陆委会你 你一开始你审查 既然审查严格审查防范在先 你觉得有统战目的就不要通过 通过了就不要再叽叽喳喳 台湾明星坚坚强啊 我们不可能几位体育明星来就统战台湾 如果如此退落早就被统一了 我们不怕被统战 怕的是中共 中共求星来台我们以礼相待 那中共会用英雄式的方式来邀请我们求星吗 我们应该要把球丢给中共啊 我觉得像王世坚委员这种看法就很健康啊 他们来那我们统战他们吗 我们怕什么 而且我们都已经审核过了 审核过就别怕 他在我们的土地上 我们还怕被他统战 那来了我们就大方一点吗 我们对他以礼相待 那哪天看看他会不会也这样对我们呢 王世坚委员这个看法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啊 OK嘛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心胸 来对待他嘛 甚至他们来就变我们统战他们 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那我必须讲 陆委会到底在怕什么 陆委会说要做这个行政处分 其实就是因为 马英九基金会他们邀请的这个陆生团 他们的这个带来的正面效应太明显了 其实前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效应 真的都非常非常正面 大家也都看到 大家都夹到欢迎马龙啊 然后就啊那好正面 然后那个一时间就两岸的气氛感觉就非常非常和缓 那台湾的民众也对马龙就讲好很好啊 那个很有很有风范啊 还有神仙妹妹啊 这一团大家印象都很好 然后呢 马龙他们这一团也对台湾的印象都很好 那这样你好我也好 天哪两岸关系越来越好 两岸交流真的有正面的效果 前几天真的是这样子 后来民进党真的觉得媒体效应这样下去 这是我的看法啦 民进党真的觉得媒体效应这样下去 那还得了 抓了一个女同学 讲了一个祝贺中国台北 夺得世界冠军 这个马上整个开始出动 全面出动 开始这个团走到什么地方都开始有人抗议 那在媒体效应上面就是 可以轻绿的媒体就操作 你看马龙这一团到哪里 抗议就到哪里 反正支持的他就不拍 他就拍一堆抗议的 你看这边又在抗议了 然后那个轻绿媒体就去访问那些抗议的 那些学生就啊你怎么样 我希望那么交友我们的民主自由啊 怎么样啊我抗议他们啊 就营造这种媒体效果 马龙这一团走到哪里 抗议就到哪里 谁说都支持他 我们都抗议他 就是民进党就是要这样子的效果啊 讲白了就是如此嘛 你就是怕马龙这一团带来的正面效果太强 其实马龙这一团真的 大家真的觉得 不管是他们的团员的这个言行举止啊 还是怎么样 真的素质都很好很高 台湾一般民众看了就觉得 新生好感嘛 那这就是陆委会民进党政府不要的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可能要做行政处分 因为每年让你马英九基金会这样搞 那还得了啊 我干脆直接给你行政处分 让你马英九基金会直接DQ 直接给你DQ disqualify 就是让你失格 你以后不能再申请了 你直接DQ 就没有这种烦心事 我一天到晚还要来处理你这个事情 真麻烦 直接给你DQ 好 但是我必须讲啊 我其实从民进党政府 他拿这个中国台北这个事情 然后一直来做文章 然后还有这些职业学生 还说什么中国台北 然后这些职业学生来抗议 我真的想问 包括问问台湾民众 还有问你们这些 如果你们心里是支持民进党的 塔绿班青鸟都可以 你们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民主 真的自由吗 我们台湾真的有这么民主 自由吗 你们心自问 我为什么会这样问你 你想想看啊 马英九那个时候 要去访问大陆的时候 也不止马英九啦 所有来营的人士 要去访问大陆的时候 台湾的塔绿班青鸟会怎么讲 你马英九敢在中国大陆 那么专制的地方 讲中华民国吗 你敢去那边捍卫主权吗 或者是韩国瑜 之前访问大陆的时候也是 你敢在大陆讲中华民国吗 他们那边那么专制 你敢在那里讲吗 你讲了试试看 就被抓走了 王毅窗也是嘛 就说我们台湾人在大陆讲 我是台湾人就被抓走了 就是你们青鸟塔绿班的这个讲法 有没有绝对有 每一次都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们觉得中国大陆 是个中国 是个好可怕的地方 没有民主 没有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马英九 韩国瑜 王毅川说 我们在那里讲 你敢吗 你敢吗 就是前台湾就不敢 因为那边专制 没有民主自由 我们有嘛 我们民主自由 那你想象一下 今天中国大陆那边 如果他们那边也有塔绿班 他们那边塔绿班叫什么 小粉红五毛 这一个陆生团的这些学生 他们应该都是 对台湾比较友好的 那他们也跟这些陆生团讲 你敢在台湾 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你敢在台湾讲吗 台湾这么的 这个塔绿班这么的专制 民进党这么的专制 你敢在台湾讲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然后这些大陆的学生就讲 台湾应该很民主很自由啊 我有什么好不敢讲的 那那个五毛就说 你敢呢 你敢你在两岸交流 你去台湾讲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讲讲看 然后这个大陆学生 就到台湾讲 他不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他就拐弯磨脚 讲了个中国台北 果然 开始排山倒海而来 说啊 驱逐啦 怎么样啊 负面效应就来了 这个陆生 回去大陆以后 下次五毛 小粉红再跟这个陆生讲 你敢吗 你敢在台湾讲什么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吗 你敢吗 我再也不敢了 台湾好可怕 我再也不敢了 不就是这样吗 换位思考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是什么民主自由的国家 好不好 我们是吗 一个大陆的学生 他不敢在台湾讲 他心里想讲的话 就如同我们每天在那里讲 你敢在大陆讲 你心里想讲的话吗 事实上 韩国瑜 马英九在大陆 讲了中华民国 包括我本人 我们也活得好好的 也没有人每天追杀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 自诩为民主自由 每天在那挂在嘴里 每天散住香 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 我好民主 我好自由 好棒 除了民主自由 我还有民主自由 结果 中国大陆的女学生 在台湾 不敢讲她心里想讲的话 为什么 侮辱我们国格 那我们民主自由是什么 你们塔律班 你们这个标准 不觉得很奇怪吗 如果按照你们的标准 来损失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你口中 那种最专制 最独裁 最可怕的国家 因为你敢在大陆 讲中华民国吗 你敢在大陆喊台独吗 你不敢啊 因为大陆专制 大陆这个 不民主不自由啊 所以大陆的女学生 以后也不敢来台湾 讲她心里想讲的话 因为我们台湾 专制 不民主 不自由 不就是这样吗 这些学生 你们回答我 我的逻辑是对的 你如果是台大的 你请回答我 你觉得我们 还是你口中的 民主自由吗 你羞不羞耻 还找一个中山女高的校友 我看到我就觉得蛮好笑的 这青鸟是找不到 正在就读中山女高的吗 然后你找一个中山女高的校友 来代表中山女高吗 那 我爸念师大附中 我可以找他来代表 师大附中的高中生吗 我爸高中念师大附中 高才生 是不是 我可以找我爸 他也是师大附中的校友 可不可以代表 这个师大附中的学生 来说两句话 他讲 太好笑了吧 那个校友 校友也来了 他几岁啊 好 好不好意思 好了来 那我们来看 这些什么 号称什么这些 台大清大的这些学生 然后在这个立法院 发起这个记者会 说什么校园拒绝统战 交流应该对等 那首先这些学生 他们根本搞不清楚 状况 或者他明明知道状况 他就摆明来黑的 比如说 他上面的这个标语 什么我要 民主自求人员 我要对等交流 我要跟这个 中国的学生交流 为什么他们 比如说这些青大的 台大昨天有一场 这个长矛 是昨天在台大抗议的 他后来还有接受记者访问发言 他就说他要交流 为什么不准交流 然后他就指控 萧续成的这一团的学生 都是被动员来的 还有现场的知识者 都是被动员来的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说要跟这个交流 为什么不让我们跟这些中国学生交流 那最后他自己发表完 他要跟他们交流 什么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什么人权问题 等等等等 他最后念稿子发表完 念得也坑坑巴巴 然后呢记者就问他 就说 那你说你要跟那个萧续成 他们这个团去交流 那你不知道这个 事实上是因为陆委会 不准他们去走 他们已经安排好行程之外的活动 是陆委会规范 他们只能走这个既有的行程 那你应该跟陆委会讲 再来就是说 你说这个现场都是被动员的 这些知识者都是被动员的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 然后这一位长矛 这个在台大 这个抗议的这位长矛 记者问完他问题 他就说 这个问题我不回答 而且从现场的这个 你们这些记者 刚刚访问的人 还有你们现场这些组成 就知道 你们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了 所以不回答就走了 现场记者三条线 你是在攻三小朋友 现场记者还有三例 还有明示 就是这个长矛 然后他今天就在立法院出现 这个长矛 他既然露脸 他就可受公平 很公平 就是他就可以被我们评论 因为你自己露脸了 就不能拿一般的学生来看待你 我就评论你了 然后呢 这些学生 仪式职业学生 就到立法院了 然后他后面的标语 说什么 我要民主校园 谁才被党动员 你觉得 他们 是被党动员的 你们不是吗 我怎么觉得你们更像被党动员的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员密码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